女儿为何将父亲赶出家门 居无定所的老父亲该何去何从 眼前的老人就是毛爷爷 家住成都崇州 今年七十岁 他说前妻和女儿合伙将他赶出了家门 现在他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我就是找回我的这个土地政府 这个房产证 你这个电视台的通知 一定要我做主啊 我老了我牵着多了 我眼神都是病 真相真的像毛爷爷说的那样 一见到记者 毛爷爷就开始诉苦 毛爷爷告诉我们 眼前这座厂房下的土地 是他的宅基地和自留田 现在大女儿毛林把地租给了别人 盖起了厂房 大女儿买了还把旁边紧挨着厂房的住宅 租给了别人 毛爷爷指着面前的两层小楼和平房说 这是他和前妻几年前修建的 之前村里进行房产确权时 毛爷爷远在西藏联系不上 于是房子的产权就确权到了毛爷爷的妻子刘奶奶名下 毛爷爷告诉我们 由于他常年和妻子两地分居 感情逐渐变淡 于是他从西藏回到老家后 便和妻子办理了离婚手续 他和前妻共有两个女儿 两人最终决定放弃房产 送给大女儿茂林 毛爷爷说 自此自己把房产赠给大女儿后 大女儿便对自己不闻不问 从来不赡养她 后来由于他上了年纪 生活上十分困难 村里对他和大女儿进行了一番调解 最终和大女儿达成了赡养协议 协议中明确表示 因大女儿继承了房产 因此每月需支付给毛爷爷三百元赡养费 毛爷爷表示 这些年来自己经常生病 这三百元赡养费根本无法维持自己的生活 于是他决定要回属于自己的房产 用来收租 大女儿茂林既然已经继承了父亲的房产 为何几年来始终不管七十岁高龄的老父亲 这中间究竟有什么隐情 毛爷爷在村委会见到了前妻和女儿毛林 令人意外的是 前妻刘奶奶见到毛爷爷后 立刻对着毛爷爷破口大骂 两位老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何事 刘奶奶为何如此愤怒 眼前的女子叫李文 是毛爷爷的小女儿 李文为何不随着父亲姓毛 李文告诉我们 父亲一向重男轻女 将年仅七个月的自己送给了别人 之后他就被李氏上了李家的户口 随了李姓 他五岁时 母亲见他可怜 不顾父亲的反对 执意将他接回家中 现场的双方吵得不可开交 此时 有人告诉记者 毛爷爷有个很大的房子在不远处 于是记者来到了毛爷爷现在住的地方 查明事情的真相 众人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哭诉自己居无定所的毛爷爷 居然住在这栋两层小楼里 毛爷爷和刘奶奶离婚时 确实放弃了老屋的产权 但是之后 毛爷爷又买下了眼前这栋二层小楼 这栋二层小楼非常宽敞 装修得很好 比那套破败的老屋比起来 可墙太多了 明明有房又有钱的毛爷爷 为什么谎称自己一无所有 还说自己没有地方住 要和大女儿争房产 我们回到崇州市三江镇人河村村委会 了解事情的真相 眼前的男子是任河村的村之书 他和毛大爷的谈话中 我们又发现了更惊人的消息 原来这个毛爷爷在外面还有另一个家 甚至还有两个儿子 一个十九岁 另一个十八岁 原来毛爷爷谎称自己无家而归 是在替儿子争夺房产 毛爷爷的行为令人不耻 他居然如此理智气壮的替两个私生子 争夺昏生女毛林的房产 得知毛爷爷的真实想法 刘奶奶背弃的直跳脚 毛爷爷和刘奶奶的矛盾不断 加深两人争执不休 见此情形 记者将刘奶奶带到一旁 借此让双方冷静下来 面对两个女儿的指责 毛爷爷有些羞愧 要回那排平房 可见到女儿毛林后 他提出要回那套 被女儿毛林租出去的楼房 在女儿毛林言辞拒绝之后 他又提出了要收房子的租金 这一番操作下来 毛爷爷终于露出了真面目 搞了半天 毛爷爷就是来要钱的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 毛爷爷的要求 终于得到了女儿毛林的同意 可此时得寸进尺的毛爷爷 居然要求大女儿毛林 承担自己的医药费 虽然这个父亲 没有尽到照顾他们的责任 但是两个女儿还是答应了 毛爷爷的诸多要求 希望毛爷爷明白 亲情比任何财富都重要 不要本末倒置 为了钱丢失了可贵的亲情 明镜leri Brenda 祝点赞